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盘这礼拜会进行了一个整理 而个股的主流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 稍微调整 因此大盘加薪指数今天往下压回 但是又拉高 中场最后一盘又拉上去 涨了24点 当然第一个 摩台要结算 所以摩台结算 我想加薪指数来讲相对强的 今天就回撤这个月线了 你看到这绿色月线 这重点是 因为月线扣底子现在扣在这里 扣到高点 从技术面上面来看 假如它不赶快站上了月线 手稳这个月线 那么接下来 它的月线会向下 事实上 其实今天的月线扣底子已经向下了 就六条均线里面 这条绿色的月均线已经向下了 但是如果能够持续慢慢的 甚至能够收复这个空方缺口 那我想大盘 这个月线 再恢复向上 那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今天的技术面上面 有一点点有惊无险 可是重点还是在 这个礼拜 它的走势 这一点要先注意 那第二个就是 OTC的部分 而OTC部分今天事实上 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 中场是小跌0.06 大概跌幅最后0.04%而已 不是很多 那OTC来反而维持相对强势 它的五日线都还占着 但是五日线跟它的时日均线 以及它月线乖离变比较大 所以它在五日均线整理 也是一个所谓修正过热指标 这个没有太大问题 可是主流类股或短线上操作上面 你会发现 有一些涨多的股票 它会拉回整理 好 现在重点在这个地方 涨多拉回整理 到底是该卖 还是该加码 这个你要注意 这是最重要 当然 没有人说百分之百看得准 就是股票你是神 你一定 这股票你看涨就一定涨 看跌就一定跌 没有这种事情 那我们怎么去避免 很简单 第一个 你先想法人会买什么 筹码最重要 比如说业绩成长 大盘 当大盘 在拉回整理的时候 领先转强 这些我想都是可能 法人会买的 你能够找到法人 未来会买什么 你就能够领先法人获利 不然就是你要去追价 法人买你去追 其实法人买 现在筹码 投信外资 你从电脑上面都看得出来 所以当法人在买 拉回的时候 你要想到一点 这个时候 如果指个股是拉回整理 那么反而是一个好买点 因为法人短线上套在里面 来 那当然涨多股票 我讲就是说 你怎么去判断它 还会不会涨 华琴3515今天再创新高 今天再创新高 我当时跟各位讲 有没有看见 很重要的一点 我讲 法人 你看买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个地方买 6月份营收创历史新高 你看EPS部分 第一季 0.82 一季就赚赢去年上半年 那你营收大幅度成长 然后法人的筹码在里面 各位你想想看 这种股票 当拉回的时候 可不可以买 不是等它涨停板 不是等它创新高 我是跟各位讲 像这种股票 营收成长 EPS大幅度超越去年 法人买进 股票 拉回 趁着大盘拉回整理 当然要买 所以 像这种没有涨的股票 你看当时在60块钱 当时在60块钱 可是我想一点很重要的事情 当时在60块钱 如果 你在节目上面 我跟各位讲 大概除了丁老师 那一天 我讲那一天 大概除了丁老师之外 不会有其他分析师讲 起码在你现在看到这个频道里面 不会有人讲 别的我不知道 我没有时间看那么多 可是按照我的逻辑 股票没有涨 现在股票没有涨 一般投资朋友 不太有兴趣 分析师 投资人不感兴趣的股票 分析师应该不会分析 因为时间有限 股票那么多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股票 你在没有涨的时候 你不去买它 真的很可惜 股票两件事情 第一个 你要能够买到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买到 像大力光涨到5000多块钱 投资朋友根本都 完全都没有感觉 万点无感 所以你股票第一要买到 那当然更重要是要涨到 股票有涨 你有买到 这样子你就有感觉 所以我说 你光看的 万一没有买 而股票又涨上去了 那么你错过的是一档标股 你错过一档标股没有关系 你可能相对你手中的资金 是抱着其他三档五档 不会动的股票 这一来一回差多少 这一来一回差多少 7月14股价在这里 7月18的时候 我还特别跟各位讲 我说请你注意 7月18当天是跌的 7月19涨停半 我们现在来看 这是7月18 对不对 7月18那天是跌的 是跌的 不仅没有涨还跌的 我跟各位讲 讲了我说刚才所分析的这些基本面 跟各位讲这些基本面 我说你不买很可惜 7月10有涨停在这里 就是这一根 7月20 两天两根涨停板 在这里 各位你想想看 你在7月18 划情在跌的时候 我当时在分析 各位一定 忘记了 你7月19敢买吗 你会买吗 你敢买会买 一根 两根 就是你的 那当然我们赚超过了 我们之前买的了 所以这两根是扎扎实实的 更不用讲 我们这之前买的了 看到 跟做到 差别在哪里 难怪台北股市现在无感 两天两根涨停板 而这两天两根涨停板 都是从华情7月18号 没有涨那天 我特别跟各位讲的 今天也是跌 创新高之后 压回 大家一定也不讲 对不对 那我想讲的是什么 你不用去追掌停板 一根 两根 创新高拉回 在这里 重点在这里 所以各位 你看见了这些东西 我说 在这一天 7月18号的时候 如果你在 九点钟到一点半 开盘的中间 任何一个时间 你有听到我的 指令 指令 那你是扎扎实实的 一根 两根 就像我告诉大家的 股票涨上去 其实就不用追了 康控控一根 一根 两根 两天两支涨停板 就像我跟各位讲的 很多人分析了很多好股票 分析了台积电 分析了大力光 康控控这档股票 一定很多人分析 那 看到 跟做到 差别在哪里 有证据 白纸黑字 跟没有 差别在哪里 两天两根掌停板 智威也是一样 7月7号的时候 大盘下跌 那个时候 也没有人在讲智威 当天谁在谈智威 分析师 看了涨停板 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去分析 没有涨停板的股票 很少 我讲新旧案 纷纷入账 手中任劣的案子 高达实践 反而一估下半年 还有机会创高 7月7号 我跟你讲的智威 到7月17 掌停板 就有人跑来分析了 就有人来讲 他的基本面了 就有人来讲 他的业绩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 这些业绩 这些基本面 你上电脑 都可以查得到 重点在哪里 很多人看到 没有做到 现在会用电脑的 每个人去查 5263智威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问各位 那为什么在掌停板之前 没有人分析 掌停板大家都分析了 掌停板大家都分析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对不对 为什么 我说 10张扎扎实实就是45万 智威康控 这两档大涨股票 全部获利卖出 礼拜五 大战入带 准备再赚下一档 这股票跟各位分享没有关系 我讲特定券商集中买进了 我跟各位讲 有几天的时间了 我现在 看给各位看没有关系 今天没有掌停板 强性 4560 我告诉你说特定券商密集买进 我跟你讲 这档股票 它挂牌的时候 没有密约行情 可是最近特定券商密集买进 持续买进 那业绩上面也有开始起来 那人家在特定买进的时候 不会告诉你的 股票在这边 人家在偷买的时候 量缩偷买的时候 不会告诉你的 今天凑下高点 差一点掌停板 但重点不在这个地方 重点在于什么 我说一个股票 我看好它买进 中间有机会 没有大涨我就加码 没有大涨就加码 准备发动我就加码 买进之后加码加码再加码 今天创新高 没有掌停 so what 那怎么样 今天创新高 今天创新高 那这个部分我想特定券商密集买进 一定有它道理在 一定有它道理在 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各位去分享一些东西 当然很多人有一些考量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好 像大力光好大家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 因为大力光涨到5000多块钱了 没有人 很少有人愿意买 买得起 那当然这是事后诸葛 你要知道1000块钱涨到5000多块钱 你一定会去买 那涨到5000多块钱的时候 那贵当然嘛 那还用脚嘛 当然是贵 一张500多万当然贵啊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就跟各位讲 那如果有一张股票是十几二十几块呢 十几二十块钱 你要记得一点 高价股 比如说像大力光5000多块钱 它一档是五块钱 它跑个十档就五十块钱 对不对 那你一张 大力光随随便便 涨跌大概都是一两百块钱的 5000多块股票 你涨跌一两百块很平常嘛 那你一张大概就十几万 一天的来回 对不对 一百块钱就十万嘛 你买一张大力光 它如果涨一百块钱 你一天就赚十万 跌一百块钱一样 你一天赚面损失十万块钱嘛 所以很多人对高价股 我跟你讲高价股 当行情来的时候 高价股怎么样 赚的比较多 因为你五百万 你一档五百万 一张五百万下去 对不对 那你买个五张 你买个五张 两千五百万 一天如果涨一百块钱的话 你五张是多少 就五十万了嘛 对不对 所以那数字来讲 累积是很快 但是那要有大的资金 可是啊 当小型股 或低价股 你想一点 我一个二十块的股票 我涨到三十块钱 才涨十块钱而已 可是你知道吗 二十块涨到三十块 是涨百分之五十 你买一百万二十块的股票 涨到三十块钱 你变一百五十万 你手中 所以这边 这边有一档低价的转积股票 十几二十块钱的 Q2的营收啊 大幅度成长 他比上一季啊 累计成长92% 他比去年同期第二季 也一样成长高达九成以上 那股票呢 其实在往上拉高 我说他是长线低机期的 量缩整理之后 连续两天出量 这是低价转积股票 你注意看 对不对 第二季的营收很明显 比第一季成长九成 比去年同期 也成长超过九成以上 所以呢 如果你对低价转积股票 有兴趣的 我认为 你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的黄金单股 开放体验 五名而已 把电话拨通 就这五名 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扬 我认为 感谢观看 记不记得我常跟各位讲敌步进场 你看这上尾控我跟各位讲反而买不停 有没有 反而会买什么 第一个 业绩成长 第二个 压回 大牌压回它相对强势 上尾控半年报自节 上半年1.55 去年0.57 去年全年0.57 反而持续买 9.05分 持股不足者加码买进 7月14号礼拜五 9.05分 看见没有 这个东西叫白纸黑字 你买20张当天就10万块钱 你买20张当天就10万块钱 9.05分在72块5毛 掌停板77块5毛 5块钱 五二得10万块钱 白纸黑字 讲再多不如这个 找盘加码上尾控 强攻掌停板 我讲的重点在哪里 你持股不足 先买 要发动 我再带你买 你光这个加码单 你买20张就是10万 原始持股都不算 你打电话来体验的上礼拜 这档股票你一定知道吧 精彩 3374 9点19分 第一则讯息 你来体验的全部买到 对不对 精彩3374 价格在这里 时间 第一则讯息 9点20分 你全部买到 536在这里 你9点40分收工 你9点40分收工 隔天短线全部卖掉 呼应我跟你讲的 这个心情也是一样 营收成长 毛利创历史新高 车用的部分 毛利率比较高 心情相对抗跌 从完面加 下周有机会发动 再加码 逆施收税高 持续走高 加白玉 3323 去年上半年 0.01 奋斗了 一整年 营收开始 大幅度成长 EPS开始大幅度成长 有没有看见 对不对 对不对 逆施大涨 今天再创高 记得一点 你要去追涨停板 必须确定 你追涨停板 隔天还要涨的 你才能赚钱 如果你追涨停板 隔天不赚钱 那是一点用都没有 赚钱重要 还是你当天 买到 涨停板的股票重要 这里面 其实有很多事情 都跟各位谈过 因为我觉得 近期的操作 大家 因为股票太多 因为股票太多 所以有些股票 你说我们跟各位谈 长线 可是你每天看盘 你每天都看不同分析师 那每天的分析师 大概我想不敢说百分之百 大部分都拿涨停板告诉你 好强啊 好棒啊 然后明天不强 再换一场涨停板 后天不强再换 换到最后 只要持续强就一直讲 对不对 但重点是 你前面可能已经 没有资金买了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 现在手中是满手股票 你想想看 满手股票为什么 很简单嘛 都去追涨停板 那隔天不涨 糟糕 再不涨 糟糕 更糟糕的是怎么样 不会去设停利停损点 这股票现在有人讲吗 6283 没有人讲了 对不对 这股票更不用说 已经修正成这样子 我知道这股票 很多人都靠住 陈泰 29 很多人买在这里 现在这里 亲爱的观众朋友 这些都没有问题 你套到陈泰 套到存 我觉得那个都不是重点 因为买股票都会有人套到 好 现在重点在于什么 你资金不会如果小的话 你集中 资金不会大的话 拿一部分资金出来 那你有其他人的会期 我觉得没有差别 对不对 很多投资朋友问我说 老师 我手中有陈泰 老师我手中有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股票 我手中有大宇支 我说那个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 你跟我来做这一档 好 你看到 我刚刚讲了 分析这么多 无外乎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领先 第二个是怎么样 做 领先 买 你要有买 而且领先 就这两回事 黄金单股 不要讲体验 我要你来跟着做 只有五名 完全没有差 把电话拨通 你来试试看 明天早上 我带你买金 祝大家超好顺利 明天见 未经许多 состо 未经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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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多